嗨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歡迎收看小燈寶石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介紹 變色藍寶石 變色藍寶石呢 很多客人他就直接問我 打電話來 或者是要買東西的時候 就說老闆啊 你的變色藍寶石 可不可以幫我拍影片啊 你的變色好不好啊 好不好啊好不好啊 然後我就說 兄弟 假如說你今天 你要的是 這個變色藍寶 它是用普通的小證書 然後假如說 什麼台北王老師證書 啊 台中什麼老師證書 蛤 你的確是來問我 但是假設說你今天呢 你有國際證書 什麼是國際證書 大家看一下 GRS跟GIA 全世界最廣放被使用 最大的兩張證書 假設你今天 你在買電視藍寶的時候 就已經有這兩張證書了 你還問我說 它變色好不好 那我就是 會有很多的點點點 不知道要怎麼回答你們 因為 今天有國際證書了 就代表說 就已經上得了 香港拍賣會等級的東西了 那你們還問我 跟它變色好不好 就是好才會出證書嘛 就是假設你今天藍寶石沒有變色的話 發生什麼事情 看清楚 證書這裡就只會有 一個照片 但是你今天假如有變色的話 這裡就會有兩個照片 一個藍色的 一個紫色的 那當你在 實際上操作的時候怎麼辦 抽一張衛生紙 記得 白色的底 白色的底 不管是你AirPods還是衛生紙 隨便你 然後 我們就要把 藍寶石放在白色的紙上面 最好呢 你把你的上下 不用不要造石頭 造我就好了 最好 把你們的上下 那些其他 阿里不達的燈 全部都關掉 最好你躲在你家廁所好了 你把燈 全部都關掉 然後放一張白色的紙 然後他們 在GIA上面 它其實就有教你的英文 我們來靜看一下 我們的變色藍寶 什麼時候會變色 什麼時候會變色 來 Under the daylight of Florence Or 音 唸一下 indicum indicum light 好不好 來 連我們名傳的都不會 我要說什麼呢 我看不到 這個呢 就是 翻譯成中文的話 就是 日光 還有白光 還有 螢光 還有烏絲光 總共有四種光 讓你有四種不同的感受 它都會有變化 那我自己的感覺的話呢 其實它說的也是對的 我們有時候走去咖啡廳 那個是什麼 咖啡廳有時候 垂掉一個烏絲燈光下來 或者是說 像我們比較懶惰的人 就買這一支啦 什麼都有啦 這買這一支 你們自己去淘寶雅虎自己買 這一支才亮幾百塊而已 它裡面有白光 黃光 螢光 但是它的黃光大家要注意啊 它是很普通的黃光 它並不是那種烏絲燈的黃光 然後烏絲燈的黃光會再比較濃 比較暗一點點 它效果也好一點點 這種的東西的效果就沒那麼好 不過呢 我們現在還是可以 稍微的來看一下 現在就黃光的話 它就是有點紫 然後再等到白光它就變藍了 然後但是如果我們在紫外光的時候 記得靠近一點 好我們要靠近一點它 然後最好是旁邊的干擾的光 就少一點點 一點粉很重 對 我不知道現在拍不太出來 有拍出來了嗎 反正就是大家記得 因為紫外光它的一個波長沒有到那麼長 所以你們紫外光的時候 你要去吐它 紫外光離石頭近一點 它就會變得很粉紅 對所以說有的鑑定師他們也說 他們要測這顆石頭有沒有變色 直接紫外光就打下去 看看這樣比較快一點 OK 那我們今天變色已經介紹完了 我們要介紹的話 價錢要怎麼去取決它呢 我們變色藍寶 其實就跟普通的藍寶石的 價錢算法是一模一樣的 第一個 東西大 第二個 東西品質好 乾淨 第三個 它的晶體是透亮的 然後火況是好的 然後它的切割也是好的 但切割是最不影響價格的因素 不過今天不管怎樣 其實它判斷價錢的因素很簡單 就跟紅寶藍寶一樣 乾淨的 要大的那就貴啦 然後也有一個說法說是GRS 比較嚴格一點點 有一種說法是這樣 所以說當我們在買賣的時候 有時候你買到GIA的證書 會便宜一點點 GRS會過一點點 但這個說法可不可以考呢 我覺得不太能考啦 因為像我這兩顆嘛 這個是GIA是GRS 可是我實際在操作的時候 像我剛剛在用燈去變的時候 其實都變很強 都變很強 但也是有人這樣子說啦 說GRS比較嚴格 但不關怎樣 我今天就是 教給大家這個 變色的一個方法 然後還有它的一個 價格的品質跟取決 那大家以後 買變色藍寶的時候 注意 如果有國際證書的 你們就不用在那邊問賣家說 幫我拍一下變色的影片 你這顆我懷疑你變色不好 那變色不好 證書還會開嗎 對不對 然後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我們這邊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台北中間都有這把我吃 還會吃嗎